千金男玉好主球 万金男玉好教学 欢迎来到给肥龙一盒桌游 在宝贝救援队中 玩家将扮演喜欢毛孩的人士 致力于将毛孩送养到合适的人手上 让毛孩找到新家吧 影片将以四人局的一般规则为主 首先看到中央的设置 将图板放到中央 星星卡挑出三张R等于0的 放到左上角去 在于星星卡全部吸混之后 面朝下放在附近 任务卡全部吸混之后 面朝下放在左下方宝贝联盟树屋上 随机拿出6张4件牌 不查看的状况下 面朝下放到右方的爆色上 余下的4件牌全部移除 所有玩家的角色人物米宝 放在左下角分数鬼0分的位置 毛孩板块全部放入袋中吸混 并拿出6个 放在右上角的收容锁 尽可能以三角形纳面朝上 任务牌吸混之后 面朝下放在右下角的湖畔公园旁 最近肋养过猫狗的人 当起始玩家 拿取起始玩家标记 若无则最近学狗叫的人 当起始玩家 剩余的救援标记 R 助粮板块 破剑圆区板块 放在附近好拿出 接着每位玩家做以下的设置 拿取一片宝贝之家 一色的所有志工和15R 游戏中很多时候 获得的R是指获得辅助 并非将毛孩进行买卖哦 其中4个放在宝贝之家的土板上 其余6个放在附近好拿出便可 从袋中抽出6片毛孩板块 自选1片放回袋中 余下5片放在宝贝之家 若毛孩板块有任何特殊需求 也就是右上角有三角形符号的这些 请以此面朝上放置 从湖畔旁抽取5张任养牌 自选1张放回牌库底 其余4张成为手牌 从宝贝联盟树屋抽3张任务牌 自选1张放回牌库底 其余2张变成手牌 最后自选1张任务牌面朝上放在自己面前 那么游戏就可以开始了 首先游戏的目标是 要尽可能的发挥爱心收养猫猫狗狗 并想办法将之送到想养的人手上 给这些猫狗一个温暖的家 是游戏中的主要目标 游戏中每个人都是赢家 毕竟收养猫狗这么有爱心的事情 怎么会有赎赢呢 而最后透过各种方式 获得最高声望的人 就是救援达人 一轮的流程如下 首先新闻发布 从爆射翻开最顶的那张事件牌 按照上方的指示执行对应的事件 要注意有些事件牌是一轮结束后才会发动的 请务必相读 接着看到玩家的回合 游有起始标记的玩家开始 轮流做下方的动作 拿起自己面板上的一个志工 到图板上的任何一个地点 除非地点是大圆圈 不然一个圆圈都只能放一个志工 放置完毕之后 就拿取或执行地点旁所写的资源或效果 相关的效果会在后面说明 现在仅需记得游戏的目标就是要 送养这些毛孩尽可能的赚取声望 若愿意可从手上打出完成的任务卡 张数不限 获得任务卡上显示的分数 游戏中获得分数时 就单纯移动分数鬼上的自己的颜色 迷宝就可以了 最后将自己手上的任务卡 弃置到剩余两张 然后顺时针换下一家执行上述的流程 若轮到该玩家时已经没有任何志工 会直接跳过此玩家的所有步骤 直到所有玩家所有能用的志工 都派遣完毕之后 此时一轮便会结束并开始整理场面 顺序如下 所有玩家将图板上自己的志工 放回自己的宝贝之家 根据自己面前的新兴卡 获得对应右上角显示的资源 自己的宝贝之家中 没送养的毛孩要支付成本 右上角为三角型的每只要支付2R 其余的每只支付1R 若不够支付全额就不用支付 但这个时候会拿取一张助量标记 且要弃置到剩余7元 助量标记回着游戏结束时造成扣分 请尽量不要拿取 图板左上角的猩猩卡 最下面那张放回排库底部 然后下推补满 最后将4件卡弃字 然后将起死标记 顺时针传给下位玩家 当爆热排库空了 就代表这是最后一轮 此轮结束后游戏正式结束 游戏将会进行最终的算分 最后高分的人就是本场游戏的救援达人 至于算分方式后面会讲 这边仅需记得分数长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接着看到图板上的地点说明 从图板上拿至多5个猫海板块 到自己的宝贝之家 但要注意宝贝之家的容纳上限 若不想拿图板上的 也可以从袋中直接抽取 拿取的猫海若有三角形那面 则那面朝上放到宝贝之家 且玩家要根据背景获得对应的资源 粉红色、蓝色或绿色 分别获得小床、项圈或食物盘 这些资源后续会用到 等确定拿完之后 从袋中抽取猫海板块补满收容所 下一个是培训中心 是训练有哨子标记的毛孩 每次行动支付3R 翻面一只对应的毛孩 动物医院是治疗有药罐标记的毛孩 支付4元可以翻面一只对应的毛孩 而宠物沙龙是美龙有缎带标记的毛孩 每次行动支付2元 可以翻面一只对应的毛孩 下个要讲的是湖畔公园 是配对自己宝贝之家的毛孩 与手上任养卡的地方 每次行动最多配对5只毛孩 每张任养卡中央显示了 这个人想要养的毛孩品种 上方显示了任养要求 只有圆形代表任养人 只想任养没有特殊状况的毛孩 而三角形代表着 可以接受各种特殊状况的毛孩 每张任养卡都只能配对一个毛孩 有配对就将任养卡打出来并弃制 对应的毛孩板块 请放到宝贝之家外面 不要弃制 之后玩家会获得毛孩板块上的显示分数 以及2R 其中天使任养人代表着不看品种 也不看状态 当整个行动做完后 玩家会补充任养卡 请补充到手牌上限加一张 然后自选一张放回牌库底部 手牌上限预设是4 但随着分数鬼的上升可能会增加上限 另外湖畔公园还有两个支线 一个是米克斯任养 此点行动至多可以无条件任养2只米克斯 米克斯的标记写于毛孩板块的左下方 但每只送养的米克斯 仅能获得1分和2R 再来是跨海任养 此点没有任何需求 可以送养两只猫孩 但每只从此点送养的猫孩 仅能获得1分加2R 下个点是生命教育故事馆 是练习讲话的地方 每次来此处支付3R后 玩家会获得一枚生命教育标记 并将自己用过的生命教育标记 翻面成未使用面 生命教育标记 可以让任养人减免一种要求 也就是可以无视品种或状态 可对同一张卡使用2个生命标记 这样就可以无视所有需求 但只要使用了生命标记 送养的猫孩都改为固定3分加2R 使用过后的生命标记翻面 变成不可使用状态 但是不用弃字 玩家至多能持有3个生命标记 若已达3个再来此点 还是可以支付3R 并将生命标记全部翻回为使用面 下个点是募款或招募志工摊位 当玩家分数来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获得这个星星标记 在此处每次行动可至多花1个生望星星 来获得7元或拿取1个自己颜色的志工 到自己的宝贝之家 若选的志工 此志工当轮便可正常使用 另外玩家最多只能保有2个生望星星 请在获得3个前用掉 下个地点是送养宣传单位 是用来替换手上任养卡的地方 玩家若想要更换N张任养卡 请抽取N加1张 然后从抽取的牌将1张退回对应牌底 并将这N张跟自己的手牌N张进行交换 换下去的牌制定顺序退回对应的牌库底 下个是宝贝联盟树屋 是接任务的地方 每次行动抽2张任务卡 并自选一张放回对应牌库底 并保留另一张 在自己的回合任意时刻 有达成任务牌上的要求 就可以立刻打出 并获得对应的分数 然后将任务卡弃字 下个是梦幻小盒 是购买星星卡的地方 每次行动至多能购买一张 费用写于每张牌的下方 会用到各种资源 这个符号代表着 可以支付任意某种资源 另外2种相同资源 可以当1种资源支付 支付完毕后 此牌面朝上放在自己面前 并立刻补充小盒区 每位玩家最多仅能拥有3张星星卡 并且其中最多仅能包含1张R0的星星卡 最后是物料所 是一个扩建自己宝贝之家的地方 可以支付8R获得5分 并将扩建版图放到宝贝之家的左边 从此之后玩家可以收养总共14个毛孩 地点都介绍完之后 回到游戏结束的地方 当6轮之后 也就是没4件牌了 游戏结束进行最终算分 项目如下 加总自己分数轨上的基础分数 然后计算自己成功送养的毛孩数 这些还包含着宝贝之家 和扩建版图上的毛孩板块数 前4名将会获得画面上对应的分数 平手的人加总平手名次向下取诊 并从缺之后的名次 最后根据自己人物卡上的效果 获得分数 加总之后总分最高的人 就是最有爱心的玩家 获得救援达人的称号 最后补充几张猩猩卡的效果 首先中途餐厅 获得此猩猩卡10 将支面朝上 放在宝贝之家右上角的空格 并且会解锁下方两个空格 这些空格可以拿来收容毛孩 且从此之后在整理场面阶段 在支付没送养的毛孩前 可以将至多两个毛孩送养到中途餐厅 每支送养会获得毛孩上的分数跟2R 再来是培训中心 此猩猩卡的效果是 有此卡的玩家 之后去培训中心都不用付费 但每次还是仅能 至多翻面一支哨子毛孩标记 其他玩家去培训中心的费用会给你 类似效果也应用在 动物医院和宠物杀龙的猩猩卡 以上是宝贝救援队的基础规则 下方看到游戏的变体玩法 人数变动 行动格上3加或4的点 代表要对应的人数才会开放 而1或2人的游戏在设置时 左上角的猩猩卡仅放至1或2张 R等于0的 而且整场游戏也仅开放这么多格 再来是真实变体 事件卡使用12张 2-4人河畔公园中的米克斯任养 和跨海任养不开放 1人时开放这两个点 但是每轮仅能去其中一个地方 再来是简易规则 起始的资金改为20R 不使用猩猩卡与救援标记 而梦幻小盒以及宝贝联盟素屋都不使用 其余皆采用正常的规则 最后看到游戏的合作模式 合作模式中游戏仅玩4轮 也就是使用4张4件牌 起始不用R0的猩猩卡 但每位玩家获得3种的救援标记各一枚 作为新行动 可以放置志工在队友的版图 但是要经过对方的同意 放置后交换彼此的毛海板块最多5个 一轮结束后 记得取回在别人宝贝之家的自己的志工哦 另外在送养时 在队友同意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队友的认养卡 声望值双方评分 若为基数剩余一方给当回合玩家 队友消耗认养卡之后 立刻补充回首 游戏目标改为在一定人数时 要送养一定之数的毛孩 如画面上所示 而最后最高分的玩家 依然会是救援大人 以上是宝贝救援队的所有规则 下方看到游戏的心得总结 宝贝救援队是一款认识 救援毛孩送养流程的游戏 但在强调这些事情的同时 游戏性也没有落下 配上可爱的美术 喜欢猫狗的玩家可不能错过了 这次的教学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请帮忙按订阅 喜欢和留言 每个礼拜二晚上 给肥龙一合作为频道 都会有新影片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